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第510天 来看看俄乌战场最新消息 库布扬斯克方向俄军似乎放弃进攻 转而增援其他战线 扎布罗瑞乌军获得进展 巴默特的俄军比较危急 俄军大肆宣传的库布扬斯克攻势失败了 乌军基本上将俄军推回了出发位置 俄军在库布扬斯克方向集结10万人 只是一个噱头 简单来说 过分兵力的集中很容易被卫星侦查 被海马斯火炮锁定 被急速弹药威胁 俄军是否真的在库布扬斯克来曼集中9到10万人 现在看来未必 过去几天 俄军积极向哈尔科夫州库布扬斯克方向推进 向马斯·尤蒂夫卡和诺沃塞利夫斯克定居点发起攻击 力图将乌军逼出奥斯基尔河屏障线 但被击退了 在莱曼方向 俄军试图将塞雷布赖恩森林地区乌军击退 但没有成功 俄军向库布扬斯克方向突进 无非是想吸引乌军主力向这些地方移动 减轻巴赫姆特 扎布尔热 赫尔松压利 可惜没有成功 俄军改变战略 库布扬斯克的俄军增援克里米娜 克里米娜的俄军开始增援巴赫姆特 因为巴赫姆特现在太危急了 7月18日 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部队司令西尔斯基上将 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英国的极数弹药现已抵达乌克兰 并将在几天内投入使用 英国媒体记者还表示 他们看到了美国提供的M777榴弹炮 已经就位在巴赫姆特周围 显然乌克兰将在未来几天 使用极速弹药夺回巴赫姆特地区 巴赫姆特地区乌军正在集中火力轰击俄军 巴赫姆特南异 乌军缓慢地向安德里夫卡推进 穿越库尔九米夫卡地区 俄军已经被推到克里什基夫卡的 东出口灰色地带附近 西部被乌军控制 正使用火力打击克里什基夫卡的俄军 巴赫姆特北裔 乌军使用海马斯打击俄军阵地和装备 继续施加压力 乌军同时向索雷达以西推进 配合使用一套或多套海马斯火炮打击俄军 这给俄军带来更大的麻烦 7月18日 希尔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夺回巴赫姆特是荣誉问题 保卫巴赫姆特时失去了许多兄弟军人 因此我们必须夺回他 希尔斯基还强调 我们继续战斗 我们会赢 巴赫姆特的俄军可能很快要大出血了 俄军现在正派出更多的部队增援巴赫姆特地区 扎布尔尔地区乌军在罗伯泰尼方向 塔罗麦尔斯克占据优势 7月19日 扎布尔尔左翼瓦西里夫卡方向 乌军第128旅和第118旅在卡米扬斯克以东取得进展 乌军进入卡米扬斯科镇中心与俄军发生战斗 瓦西里夫卡卡米扬斯科方向是争夺的目标 但俄罗斯人目前只控制西南部地区 还投入预备部队进行增援 最大的问题是乌军占据了主动 俄军正在迅速减少 缺乏替补或预备队 中部罗伯泰尼方向 乌军已经清除通往罗伯蒂尼的地雷 第47旅已经进入该定居点北部 乌军已经进入斯塔罗麦尔斯克定居点 占领了南部边缘 威胁俄军对默克里耶克利河谷中上游地区的控制 俄罗斯已经被困住了 乌罗扎耶目前受到来自乌军三个方面的攻击 北部地区已经在乌军的手中 赫尔松方向沿着地雷波罗河的乌军 远程火力逐步增加 7月18日赫尔松方向 乌军桥头堡继续扩大 乌军除了推进 还沿着地雷波罗河增加的乌军远程火力 俄军的还击火力相当的弱 乌军逐渐占领了更多的地雷波罗群岛 赫尔松游击队摧毁了俄军的燃料库 斯瓦托克里米纳方向 俄军过去48小时沿131306公路发动了7次进攻 军被乌军击退 俄军战斗力似乎在急速锐减 乌军已经控制克里米纳的局势 对那此刻马林卡方向 俄军对乌军最近占领的阵地进行反击 结果不成功 赫尔对这个地区实施炮击 来看看俄罗斯针对克里米纳大桥 被袭做出的报复行动 俄军轰炸奥德萨港口和尼古拉耶夫 俄军从克里米纳黑海 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发射了6枚口径巡航导弹 从克里米纳发射36架萨哈德136131无人机 乌克兰军方宣布击落俄军用来攻击乌克兰的32架 俄罗斯无人机和6枚口径巡航导弹 无人机拦截率达到了88.8% 导弹拦截率100% 综合拦截率90.47% 俄军对乌袭击克里米纳大桥的报复大部分被拦截了 不过乌克兰承认被击落的导弹碎片和冲击波破坏了港口基础设施和几栋私人住宅 但没有人员伤亡 奥德萨港口被破坏了 可能影响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虽然俄罗斯退出协议 即使西方想帮助乌克兰运送农产品出口也不行了 港口被破坏这可能就是俄罗斯的目的 7月18日和梅里托布尔地区听到了爆炸声 俄新社援引利托布尔市长费多罗夫所说 梅里托布尔区米哈伊利夫卡的居民听到了五次更强烈的爆炸声 俄军方称防空系统拦截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7月18日乌军两枚导弹击中了扎布罗尔州托克马克市的一座电视塔 7月19日凌晨 乌克兰无人机连夜对克里米哈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 出动五个无人机大队从奥德萨 什科尔内机场起飞 向多个方向飞往目标 俄罗斯防空部队宣布摧毁17架无人机 使用电子战压制15架无人机 俄罗斯针锋相对 立刻出动图22M3轰炸机发射各型号的导弹 还发射撒哈德136131攻击无人机 俄军向奥德萨发射口径巡航导弹 向扎布罗尔发射了S300导弹 向基辅赫尔松发射撒哈德136131攻击无人机 俄军对乌克兰奥德萨赫尔松 哈尔科夫和扎布罗尔热发动了攻击 这些地方均发生了爆炸 乌克兰宣布防空系统摧毁所有接近基辅的无人机 7月19日克里米亚基洛夫区克雷尼奇基村 俄军训练场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表示 不应指望乌克兰的反攻能立竿见影 米利将军称目前造成乌克兰伤亡的主要问题是雷区 而不是俄罗斯空天军 北约盟国为乌克兰反攻准备17个旅 包括6.3万名的军事人员 乌克兰仍然保留着相当数量的战斗力 缓慢而有意识地突破俄罗斯的防御 米利还坚信乌克兰的反攻远位失败 还有很多战斗要打 在乌克兰的问题防务合作小组第14次线上会议上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表示 在乌克兰获得必要的武器弹药之前 盟国不会停下来 美国宣布对乌克兰飞行员培训F15战斗机提供支持 美国还将在未来几天宣布 为乌克兰提供13亿美元的新的一篮子军事援助 本次援助包括防空系统 反无人机系统爆炸无人机和弹药 面对即将到来的金砖国家峰会 俄罗斯暗示南非 如果普京出席峰会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逮捕他 可能会产生负面后果 可笑的是 俄罗斯媒体称普京的支持率 打破了以往的记录 创历史的新高 与此同时 格拉西莫夫还在不断的调整 清理解职前线的军官 这对俄军士气影响很大 普里格人没事 斯洛维金等人却有事情了 俄军的内部问题 似乎更影响战斗力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